其实我们刚刚聊到 在Flying V上面有很多的案子 比如说像这样子 他是比较非主流的 他比较不被受到关注 可是事实上 其实有很多人是有 同样的理念跟同样的信念 他只是不知道去哪里付出 就像林庆台牧师 他在没有演戏之后 他一个人就跑去了福山 在一个新北市 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原住民部落 他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 他想要帮那边的小朋友 盖一个教堂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创下了 Flying V的记录 是 没错 他的目标是740万 是目前我们看到 不只是台湾 整个亚洲的这个 募资金额的最高 就是设定的金额最高目标 因为他盖房子了 对 所以他的募资金额很高 相对比较高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的梦想是什么 低头祷告 林庆台不再是电影里赛 的科巴莱里的巨星 莫娜鲁道 我是那个使命的 所以我放弃了演艺圈 然后又回到教会 回到小小的福山长老教会 当最平凡的牧师 回到部落讲故事给孩子听 有一天他就跟一个摩亚 他跟他讲是说 你到一个很高的山 然后去做一个什么 方舟 想要替部落盖方舟 却只见到这个景象 那这个楼梯是他本来要盖二楼 就是没有钱 最近不够就放下来 教堂外盖到一半的阶梯 还有外露的钢筋 水泥屋顶怎么补墙 用帆布盖着还是止不住漏水 教会在部落是很重要的 一个凝聚的地方 但是这个教会 它的功能不是很多的话 功能空间 硬体这个部分 如果空间没有的话 就也没有办法推动更多的事情 我信奴参会 我去提了好几个案 那其中一个案 就是要扩建这个教会 我们先祷告一下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林庆台信心很坚强 他的祷告好像也被听到了 有一群人要帮他集资扩建教堂 它是用竹子木板做的 所以当它晚上的时候 光线透出来像灯笼一样 非常的暖 可是在白天看 你会觉得并不会很人工很突兀 它不只是一个专案 它是一个 有点像社区再造 那这个社区再造的一个状况 它不是只有盖一个教堂 教会扩建这么简单 它甚至它延续一下 它必须在这边持续地耕耘 它必须在这边持续地耕耘 募资一间造价700多万的新教堂 社区的人怎么说 我是蛮赞成的 因为它后面还有客户辅导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边的小朋友 大部分其实假日或是说平常 小朋友会比较没有地方去 就会随便乱跑 部落有它自己的步调 我觉得最主要的助力 还是以这边当地的年轻人 老人家可能有一些智囊团 那可能有一些家族性的 宗教性的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被看见 我觉得这些也是都要 就都互相去尊重他们的一个意见 有一天洪水过了以后 然后有一个彩虹在那个地方 我要把那个门全部都打开 林庆台这次不当一幕大英雄 透过扩建教会 他想要打造方舟 带部落的人航向幸福 小光这个案子其实700万 是 是所有Flying V到目前为止 金额算是还蛮高的 目标金额最高 他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我觉得其实我们看到 一直不断地有很多人在参与 然后我们会尽量让他成功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很 也针对这个案子 也付出不少心力 也会很希望说这个案子 真的能够成功 去帮助到当地的小朋友 你们真的有上去福山看他们吗 我自己本身自己去过一次 然后我们负责这个案子 已经去了十几次了 十几次 所以像这样子的案子 你们通常会在网站上建议他们做哪一些事情 会让大家更关注到他 就是说在网站上建议要怎么做 他成案的几率会比较大 其实最主要是说要 我们讲到有时候讲到行销 其实行销我们最初讲 这个有一个好的故事 是让人家比较快能够认同 可是你即使要这个故事讲好 你还是要被看到 所以说最好的情况下是说 来提案的这个提案者本身 已经有一个自媒体或是自社群 就是说你自己有一群的粉丝或是群众 然后这个群众是已经本来就比较认同你的 你透过这个群众再帮你把它扩散出去 那如果说一开始你本身来的时候 你自己还没有这样子的社群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你怎么去建立一个这样的社群 或者是说去找到跟你在做这个题目的 比较有相关性的这个社群 去请他们帮忙帮你宣传 或者是说请在网路上 比较具有指标性代表性的这个名人 会认同你的这个理念的 请他帮你宣传 就是我们会去协助你去厘清 就是哪些可能比较适合你 甚至我们也会 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就是 教这个提案者说怎么样写新闻稿 然后去发稿给这个记者 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建议 虽然我刚刚很俗气的说了很多数字 比如说多久时间募到多少钱 可是我发现其实这些案子 谈到最后都跟价格 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大 是价值这件事情 比较会让大家认同 因为你认同所以我参与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很有趣的点就是这样 其实大家 台湾其实绝大多数人 就是现在在谈产业的时候 谈的都是Costa 就是说我要怎么降低成本 然后去透过这个价格的优势 去让更多消费者购买 这是一个商业市场就是这个逻辑 可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在谈的很多时候是 就是霍林刚刚提到价值 为什么要谈价值呢 因为我们在做了很多时候文创 或是这些创作它本身 它是一个比较小众市场 小众市场你不太可能去谈Costa这件事情 你必须谈的是说我怎么样不断地提升我的价值 让对的人 让我这个Niche的这个立即市场的人 愿意认同 进而去在我们这平台上是赞助 可是再扩大就变成是消费 就是说我怎么样让更 这个立即市场的人愿意去 因为我的价值来帮满我们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地 也跟我们的提案者沟通 因为如果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我们也会希望说帮助他成功 好 其实我每次上去逛Flying V的网站 我讲老实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都会变得比较好 我就会看到Flying V网站上 有好多好多的人告诉我 他想要做什么事 而且这些事情有一些是有理想的崇高性 有一些是他自己很想要追逐 自己人生的目标 小光你自己对于做了大家两年多以来 对 Flying V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有什么感觉 我们一开始的专案同时在线上 大概有三十 二三十 到目前大概也将近八十个左右 然后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一开始很多人谈的是小我 就是说我想要自我完成 慢慢慢慢越来越多是 想要完成一些大我的事情 那可是其实不管小我还是大我 他们都是很有心地想要去完成某一个有理念的 是 所以他们一定都有一个某个理念 对 然后这个理念就是延伸出来 你就会看到说 原来台湾各地 因为来自各个不同的台湾地方 对 你会看到原来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了理念 为了梦想去付出 也这么多人愿意去把他们的理念分享出来 你会觉得台湾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我觉得最好的形容是就是这个是蓬勃的生命力 因为台湾的经济的基石本来就是这种小企业 本来就是勤勤奋努力的在一般的民众 对 然后可是一般的民众你要他在被主流媒体关注到 其实不容易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台 我觉得好的地方是我们在搭建一个舞台 让很多一些在基层打拼的一些民众 你也可以有机会被看到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看到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自己应该也有很有圆梦的感觉 有没有 在两三年前 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我的梦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会变得很快乐 那事实证明其实是还蛮快乐的 因为帮助别人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对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光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帮别人圆梦的故事 你自己也应该也圆了一个梦 是啊 而且我们还要继续圆梦下去 对 因为还有好多的专案要等着你去募款 是是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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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会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